大家好啊 我今天又收到一个包裹 双风快递 看看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是拆包 从拆包开始 啊 黑色的 看就是 Video Master的 Video Master的 座罗ELRS版 又一台啊 又一台ELRS版的座罗 黑色 嗯 然后 原包装 放在这儿 泡沫 海棉 然后 接收机 EP1 接收机 一个 EP1 接收机一个 然后这个是 啊 这是EP 这应该是EP2 EP2 接收机一个 还有一个 EP1 两个EP1 一个EP2 接收机啊 三个接收机 啊 三个接收机 全是EP2 2S 比早期拿到那个工程版的那个接收机包装多了 然后有双方书了 然后呢 也要给焊好的这个排线了 这个非常好啊 然后有这个瑞士抹斯的自己的这个专用的包装包装箱 上面有明确的这个英文标签 很好啊 好 下面这四个小东西是什么啊 拿出来看一看 好 换掉这个 拿掉这个把箱子 好 这四个白色泡沫包装的 不是正式包装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啊 我们打开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又收到了四条东西 这小东西 现在看应该也是一个工程样样品的一个状态 没有正式的包装 然后有四个泡沫盒包装的 我们看看今天拿到的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 我们打开包装看一下 哎 在底下 在底下 我们仔细看一下 HP157-AG01-SC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啊 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这是一个AG01的迷你版 好 拿出来看一下 哎 哎 哈哈 大家看一下 因为刚刚从外边拿进来 那个 因为是我们这边是冬天 外边是凉 这马上就起入了 冰手的感觉 好 AG01全金属CNC的霍尔的摇杆 哈 霍尔的摇杆 看一下啊 全新的 全新的 AG01迷你 啊 AG01迷你 那么它是 AG01标准版的一个缩小型号 由全金属的材料来进行制作的 包括了框架 包括了面板 包括了里边的这些可动的组件 都是CNC金属的 然后呢仍然是霍尔的 那仍然是霍尔的 出感器在这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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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磁铁被粘在上面 那这边也有一个磁铁 两边都有磁铁 粘在上面 啊 这个组件都是金属的 可能只有那个安装PCB的那个拖架是塑料的 其他都是金属的 嗯 做工感觉非常不错 手感现在也挺好 因为出厂 它可能已经调整了这个松紧 我看到这个情况 这个出厂的这个松紧调整 应该是调到最紧了 这个因为这个螺丝拉黄已经提到最高了 所以现在出厂应该是最紧的 所以它是可以调整 来看这个拉黄 这个拉黄呢 拉黄已经是被拉到了最高处 所以它现在是出厂最紧的 啊 AG01 金属的AG01 摇杆啊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给 佐罗和TXL专用的了 啊 所以这是一个专用摇杆 那么今天我会抽些时间 把它换装在我这个佐罗的摇红器上啊 去体验一下 换装全金属这个 这个AG01的CNC摇杆之后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啊 会让佐罗摇红器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啊 好 那我看一下这是一个回中的摇杆 OK 另外一张 SC 嗯 看看这个 这个标签跟那个不一样啊 嗯 这个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自动回中的 你再看一下 啊 都现在都是自动回中的 啊 都是自动回中的 嗯 可能需要调整之后 它能变成不回中的 一会儿看一下 到底是哪种方式 可以让它变成不回中的油门摇杆 嗯 这可能出场 出来的时候都是自动回中的啊 我知道了 因为在佐罗上面 它这个回中的方式是靠一个滑片去实现的 顶内滑片之后再实现一个不回中状态 那也就是这个状态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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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 这个鸦片一旦压去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回中的啊 这样一个摇杆 也就是油门摇杆的这个位置啊 所以这个是因为安装之后才会实现哪一个是油门的这种自由形成不回中的这个状态 啊 好啊 那么一会儿我抽时间就亲自把整个这个这个这个摇杆换到这个这个佐罗遥控器上面啊 让大家体会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摇杆换装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哪些注意事项哪些细节需要留意的嗯 我先收起来一顿留下一顿啊 好啊 这是呃 刚才我拆箱的这个V6Master的AG01迷你全金属的霍尔摇杆 然后是一个小型的摇杆 那么它呢是比较适配像这种佐罗的这种小型的这种手柄控和包括之前推出的TX12 这个摇杆器来使用的那具体是否去适用的其他品牌的或者其他型号的手柄控的话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也得心自拿到机器上去试试才知道 那么今天呢我先给大家简单仔细看一下这个AG01迷你摇杆的一个基本特性 然后呢我把它换装到这个佐罗上面去去体会一下换装的全金属C摇杆之后的这个佐罗摇杆器会变成什么样 那么这是它的一对摇杆 然后大家看它上面有标签 对吧 AG01迷你 左边是THR油门的意思 右边呢是S和C 应该是指的抚氧和滚转吧 也就是一个是左手的一个是右手用的 那型号是HP157 中国制造 然后因为现在我拿到的是一个工程版本 所以它现在没有正式的包装 好然后呢有一个泡沫 泡沫插在这个摇杆摇杆摇杆头上面 来保护这个摇杆 那这就它现在这个简单的一个处厂包装了 那这样一个情况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摇杆哈 稍微仔细看一下 那么这个AG01迷你呢我们看到前面只有两颗螺丝 只有两颗螺丝去可调整的 不像H01标准版的 它有很多螺丝孔都可以去调整正面调整 那么它看来它的调整和AG01标准版是不同的 那么这两个螺丝呢其实就是调解它的最大形成的 看一下是它调解限制这个摇杆的最大形成的 那么现在出场呢它没有向下调整 所以它现在是保证了这个摇杆的最大形成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这个摇杆的摇杆这个头 和我们现在这个佐罗标配出场的这个摇杆 佐罗这个摇杆头是一样的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看哈 整个这个摇杆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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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面板 还是这个摇杆的杆身 还是这个运动的这个装置 全都是金属的 那么包括框架 也看包括这个框架 也是金属的 包括里边的这个运动组件 也都是金属的啊 也都是金属的 然后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只有压着 只有安装了 哎呀 大家只有安装的PCB 我觉得可能这个出厂的时候 它那个工艺和精度控制 会更好一些 大家看到它是双周程 啊 两个轴向方向都是双周程 这两侧全有轴程 轴程 这边有轴程 那这边呢 里面也是周程啊 然后好像这个用白色的这个胶 这个白色胶固定这个应该就是磁铁 啊 应该就是磁铁 这边也有一个哈 两个磁铁 也有一个白色胶固定的这个应该就是磁铁 那么 这个PCB下面那个应该就是它的霍尔传感器 然后有两条 负责连接的信号线 嗯 然后这个呢是油门鸦片 油门鸦片 上面已经涂好了 这个硅脂哈 润滑硅脂 已经涂好润滑硅脂 然后因为这个摇管的特点 它是装到机器之后 你用一颗螺丝 用一颗螺丝 来去确定它是否是灰中摇管 所以说现在它出厂的时候 它就全都是灰中摇管 但其实呢 一旦压下这个结构 一旦压下这个结构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自由形成 看来看自由形成 那么自由形成的时候呢 就适当提升鸦片的松紧 来去调节它油门的这个 油门摇管的这个手感松紧 那这样实现的 然后出厂的时候 大家看出厂的时候 这个拉黄啊 刚才我提到的 出厂的这个拉黄 它已经调到了最紧的状态 它现在的回中力量是最大的 那么我可以调节 那么调节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是把那种螺丝刀 调节这个螺丝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反向拧还是正向拧 比如说反向拧 也就是逆指针拧 如果我逆指针拧的话 这个拉黄的这个滑块就会向下降 向下降 就降回到 没看清啊 向下降 会降回到和底段 接近水平的位置上 那这样它拉黄的力量就变松了 啊 所以逆指针旋转 大家看这个哈 逆指针旋转把它调回去 我比较喜欢松的 或者现在就把它调回去 这个也是哈 这个也是一个道理 啊 我逆指针旋转 把它调为一个 比较松弛的拉黄状态 好 逆指针调 啊 逆指针把它调回去 这样拉黄就松一些 松一些的时候可以 获得更松弛的回弹力量 好 我现在把这两个螺丝 负责的这个拉黄都调到了 和底座接近水平的状态 这样的话 它可能有一个比较松弛的手感 比较松弛的摇板回弹手感 大家看一下哈 是吧 是吧 然后听这个声音呢 听这个全金属的 这个全西级金属摇板 这个松杆到回弹的声音 包括碰撞的声音的感觉 是不是挺优人的 跟塑料的感觉完全不同 特别踏实 特别踏实 好 那这是它摇板的结构 那么呢 如果要是这是油门摇板 我刚才打开这个是 哎呀 这哪个油门摇板 一下子就弄混了 不确定哪个油门摇板的 一会儿拆开来比较吧 那么如果油门摇板的时候呢 还要去调整一下 一旦说变成自由形成的话 还要调整这个亚黄 调整这边这个亚黄 才可以实现这个油门摇板的 一个阻尼手感 啊 调整它 松还是紧啊 松还是紧 是这个这个情况 是吧 那这就是这个 A701 mini摇板的一个基本特性 看做工 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看做工品质相当不错的 当然这个纹理啊 这个纹理的特征 跟A701标准版 也特别接近 统一的一个风格 只是得变得更小巧了 好 这是A701 mini摇板的基本特点 那另外一支也是一样的 我就不做介绍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拿点时间来 把这个佐罗打开 在里面更换这个A701金扫杆 到这个佐罗这个冲厂板上面 好吧 啊 那我们 开始操作 打开电池舱 先卸下电池 好 先卸下电池 好 放好口盖 好 这个拆解 也没有太大的难度 应该是我们说 一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克螺丝 是吧 逆时针方向 把它挨个拧下来就可以了 是吧 拧的时候呢 出水的力量 可以稍稍的 松一点 对吧 如果在寒冷环境之下 大家拧这个螺丝 更加顺重一点 因为寒冷的话 会造成所有东西都变脆 这个 我是深有体验的 但现在的房间里边 因为这摇子一直是在一个二十几度的房间里边 现在不用担心 但是拧松的时候 最开始的力量还是用的稍稍的热一点 稳一点 好 把这八个螺丝松开 这个拆解 没有什么难度 那么这四个孔是调节 这个摇杆是否回中的 所以它现在可以不动它 那么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高密码头这个后盖也可以不动 因为这里没有固定螺丝 没有固定螺丝 好 我把谢谢这个螺丝放在磁铁上 防止它跑掉 大家看这个电子厂里面这边 电子厂里面这边 其实是佐罗的三个型号的具体识别的方法 在外国人看不来 大家在电子厂里面贴着这样一个标签 像我这个是EIRS版 是吧 好 松开这个螺丝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打开了它的这个外壳 打开了这个外壳 然后呢 大家看到很细致的 这两根电池的供电线 都是压在它的外壳里边 注塑小行程的这个凹槽上面的 好 那我们先解决螺丝问题 我们把螺丝先都一个一个的先收好 然后我们要先把这个电线 先轻轻的先分离开 这个电源电池的这个工线这个接到线 这样它就分开了 好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把里面螺丝一点点都退下来 好 一共是巴克勒斯 好 这边还有两颗 巴克勒斯 好 巴克勒斯 这样来说 这个后盖就打开了 这阳气拆开没有什么难度 那这样是里边的背壳的里边内部结构 来看一下 这些线都有各自的这个限速的凹槽 所以这个设计的时候还是考虑了很多细节 那这些线材在里边不至于更动 尽量的减少对其他的运动组件的干扰 所以这些考虑是比较细致的 但是个别的出场呢 朋友可能会遇到就是里边会有异想 我就拆开一下 检查一下是不是出场 然后组装的时候这些限速有问题 碰到了运动组件 可能跟这些有关 有些小问题大家自己可以解决 不是大宝贝 好 这样分开 不离开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呢就是阳气内部的结构了 那为了便于我们装回的话呢 我建议的方法是先给他拍张照片 然后呢把它做一个存档的方式 把它存起来 以免我们后边在组装的时候 会发现哪个地方想不起来的 谁安装谁 谁连接谁 所以说用手机把它拍照片 穷个挡 好 那这样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拆解了 那么你要是换摇板的话 肯定是要连主板一起都得拆下来才可以 不然的话我们看不到里边的摇板的组件 也动不到里边所有的这个螺丝 是吧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主板是有几颗螺丝来继续固定的 我看我感觉好像是一颗 两颗三颗四颗 那这两颗黑螺丝好像不是固定这个主板 在这个机器上的 那么这两颗螺丝是外颗螺丝 同时具备了固定外颗和主板的功能 所以我们先试着把这四颗银色的螺丝先拆下来 好 这样的话我感觉主板应该就可以动了可以移动了 好 试一下啊 好 果然可以动了 好 那动了主板大家就一下 一个是呢 这个胶盖 这个胶盖的这个里边这个延伸部件呢 方拖延伸部件呢 它挡着这个主板 那看到了吗 这个延伸部件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看 它会挡着这个主板 所以往上拉一点点 然后呢 一个是卡 你的卡 和你的USB 插口 这两个是卡在这个外壳顶部的 所以这个主板 我们拆了就往下刹刹拉一点点 让它分离开 对 看分离开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让它离开 那么要注意哈 这两个按键 那这两个复规按键 它是一旦没有这个主板的这个开关顶住的话 它是很松的 它容易掉 所以要小心一点 就把它弄掉 那现在我们要把主板彻底拿下来的话 肯定还要拆解很多线 不然的话我们还拿不下这个主板了 所以我们现在先尝试着把主板先拉起来 拉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排线 有各种各样的开关 我们都要试着把它一点点分离开才可以 一点点分离开 所以我还要再做一点拍照的记录 确定一下哪条线连在哪个上面 这样来说 防止我后期装的过程中 会出现一些装错 或者记不住的问题 这样来说我们能看到的排线都解开了 好我们掀开看一下 背面好像还有线 但摇杆的线至少已经松脱了 摇杆的线已经松脱了 好这样的话这个主板就可以这样反折过来了 主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后边还有排线 那这就是内置的这个高冰头 EI2S高冰头和主板间的连线 还有包括下边的菜单功能按键的排线 如果要是偷哪的话 其实那两条线也可以不拆的 对吧 但是向外翻折这个主板的时候要注意点 尽量不要压到这个排线 其实这个状态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更换这个摇杆了 可以开始更换摇杆了 看一下摇杆有四颗螺丝 有四颗螺丝在固定 分别有四颗螺丝在固定 除了四颗螺丝之外 我倒是没有看到其他的 没有看到其他的负责这个固定这个摇杆的螺丝 那我们就开始拆啊 我们先拆左侧这个 就是我们右手这个滚转抚杆摇杆 好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四个螺丝都已经拿下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试试 看看这个摇杆直接从里边拿出来 好 轻轻一拉 大家看啊 轻轻一拉 原厂的摇杆就下来了 轻轻一拉原厂的摇杆就下来了 原厂的摇杆其实相当不错 它也已经被我调整到了一个回弹力度 特别失踪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是右手摇杆 它本身就是一个 两个轴方向都是回中的这样一个摇杆 这是原厂的摇杆 那么原厂的摇杆和这个 和我们这个 比较一下 大家看一下比较一下 原厂的摇杆 它的材料是塑料的 对吧 但是结构几乎和我们现在的霍尔是一样的 或者这个基本是一样的 包括皮膚都轴盛的位置 那么底座 这个底座是塑料的 这个底座是金属的 这里边的运动组件是塑料的 这个运动组件是金属的 但是基本结构一样 我觉得好像 这个固定传感器的螺丝是内六角的 而这个厨厂的这个是狮子画的 然后固定这个排线的胶 这个H-01是黄色的黄胶 然后这个原厂是黑胶 然后固定包括固定轴承也是 轴承这个原厂这是黑胶 而现在我们的H-01 mini是白胶 那这是我们比较两个压厂之后的一个基本差别 那看起来好像有些特别小的东西一样的 都是共用的 比如小压住压住这个传感器压住轴承 那个塑料组件应该是一样的同用的 好 那么可以尝试着我们将它装回去 尝试将它装回去 我刚才我观察一下是这个方向装进去 这个方向装进去 好我们试一试 好很顺利就能放放到位置上 很顺利就会放到位置上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正面的效果 来看一下正面的效果 啊 还有正面的效果 是吧 正面的效果 很不错啊 匹配性很好啊 嗯 左边呢是 左边呢是原厂的腰杆 右边呢是 AG01MD全金属的CNC的霍尔腰杆 好 匹配度非常好啊 黑色黑色 好那这样我就将这个腰杆放上去了 那么剩下的往上拧螺丝吧 这个很简单的啊 好我们依次把这四个螺丝拧回原位 方法呢和我之前分享给大家的方法一样的 先反领后正领 目的是让它用以前的这个螺纹 防止它花丝 是吧 好这个活不着急 又不是干什么事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温温当当的来 温温当当的来 不急 好 一个一个对应 或者先把螺丝放在口味上 反向领 好听到声音了 适当往回拧一点点 好下一个 这个螺丝刀本身不带磁性 所以它的这个螺丝的吸附能力很弱 有那么一点点磁解的一个特点 好换进去 好听到干单声音 然后往回拧 好下一个 好听到干单声音 好听到干单声音 然后往回拧 好最后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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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装好一个 装好气中的一个摇杆了 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摇杆的这个感觉 全球摇杆的感觉 装上之后 因为在手里拿着头上可能松弛的感觉 一旦固定在外头上之后 它这个踏实的感觉就出来了 非常踏实 这个丝滑的感觉 因为它也是双周承嘛 就丝滑的感觉更好 然后这个手里拿着手里边很沉沉沉的感觉 那它就被整个机器的整个重量消解掉了 它就没有效果 没有那么重了 手感还好 声音不一样 因为它是金属 印度手件吧 很好 很有意思啊 拍一张照片 拍一下两个不同小板的比较的照片 好 现在就剩下到裙子里边 现在就会分享给小伙伴 那就混装好了 系统的一个 那么巨大行程 我保留它的巨大行程 因为我本身我是喜欢 行程大一点的 尤其是这个手本摇杆的话 它 它的行程本身就是比我们的 全脂震的这个T16S 这种摇动器 形成小一些 我保留它的最大行程 好 那么就可以开始换另外一个 换另外一个 所以 所以实际上来说 嗯 这个摇杆 它无所谓 哪个是油门摇杆 哪个是 呃 哪个是抚养滚转摇杆 因为这两个摇杆 基本上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它们一直区别 就是如何是驱动它回中 还是不回中 那么压着这个组件 它就变成了不回中的 所以这个是 很有意思的 所以两个摇杆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出场上也没有必要去区别的 组装中 也没有必要去区别的 嗯 好 我们换下一个哈 方法同上 当然我这个是懒懒懒 不愿意再去拆排线了 就把主板 选在这块位置安装 大家如果为了方便的话 可以拆开排线 完全拆了主板之后 再去什么 再去施工哈 这个根据个人喜好的 好 这样的话这个摇杆也换完了 但是呢 因为左手我是 美国手嘛 左手是油门 大家看到它这个油门 现在是完全回中的状态 刚才我给大家分析了 它是由于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一旦按下去之后 它就变成自由形成的 来实现 这个自由形成的这个油门的特点 好 我们看一下 它应该调的很重 调的很重重 它可以自由形成 嗯 这个自由形成受了这条线的影响 看一下 这就好了 所以这个大家仔细观察 这根线 这一条线 它刚才干扰了这个 摇杆的自由形成 我把它捏回去之后呢 这就没问题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这个摇杆的 压黄的平滑度 也就调这个螺丝 才能让这个摇杆的油门 有一点点阻尼感 现在这个摇杆是没有阻尼感的 看到吗 是吧 因为太松了 这个黄片没有压住 我去拿一个螺丝刀 我把它压一下 好 那么这个调解其实是可以 在外部通过这个外壳里面 预留的螺丝双去调整的 是吧 当然我现在在外面 直接就打开外壳的时候 适当的可以在这里面 直接调整 好 直接拧紧它 让那个压黄 压到这个油门的摇杆的 那个阻尼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 嗯 好 可以了 稍微压起来 没事 粗略的调一下 正好外壳肉再继续调 好 现在好了 有点阻尼感了 哈 那来看一下 这回是换了 换了这个 A701mm2之后的 左摞摇晃器 看起来又精神不少 是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开始准备装回了 准备装回 那装回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一个反向的过程 当然了 因为我们之前拍的照片了 所以我也不用担心 哪些位置会接触 我们可以找到手机上的照片 就可以一点点的跟它一点点 是吧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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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说主板就装回了 好 除了电源的后外壳没装之外 现在基本的排线的连接线 应该都是按照最开始的这个步骤 都已经装好了 那么剩下的呢 我们就是装其他外壳 那么装外壳之前呢 为了确认一下 我们换装是否有问题的话 可以现在先临时扣上外壳 然后给它用外部电源供电 然后试一下它是否是正常的 是吧 我们先把下面外壳 简单扣回去 对吧 扣回去 扣回去 扣回去的目的呢 也是让油门摇杆 能够 能够做的就必须低处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先简单 先上一颗扣词 上一颗扣词的目的是 让它外壳压住这个 油门摇杆的这个复位黄 好 我先上一颗扣词 好 然后我找一个外部的 找一个外部的供电 来看一下开机它是不是正常的 好 我找了一块二线 直接 二线在外部用电 因为我没有接外壳的那个电源 外壳螺丝没有拧 所以它就有点不太对位 好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试一下开机 屏幕正常 油门没有在最低位置 可能需要校准 是吧 按控板电机 开关 开关 开关进去了 那么现在呢 第一步肯定是要做校准了 是吧 目前屏幕的连接正常 排线的这个屏幕连接应该是正常的 这个应该没啥问题 好 我们进去先做一个校损吧 看看接触机 这么长 好 内置高门头也正常 内置高门头也正常 返回 返回 系统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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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准 然后摇管校准 进去 好 现在是按 Enter 开始摇管校准 按一下 设置摇管都在中间 哪个都放在中间去 好 包括波轮 波轮都放在中间去 好 我们看一下波轮放在中间 好 然后呢 摇管放在中间 然后按一下 移动摇管 最左 最右 最大 最小 最左 最右 波轮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好 摇管的各个方向 好 然后 按一下 完成 好 这样应该就完成了校准 好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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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通道 通道哈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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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门 100 可能 横滚 它是否是达到了我们满意的这样一个条件 好了 我找到了飞机 然后我们把飞机接上飞控 这架飞机是我已经在上面装的 这个EL2S EP1的接收机的小圈圈机 然后我在飞控里看一下 现在这个换好摇杆之后 这个阻落摇光器 它这个各通道的精度是怎么样的 好 我连接USB到飞控上 好 好 设备识别到了这个飞控 稍等一下 断口出来自动连接 好 大家看摇光器上面这个信号也显示了 摇光器上面信号也显示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数据 数据 RQ RSI 然后 它的信号强度 RSI99 RQ 99100 之间 然后加一个状态 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接收 接收到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个界面 看一下飞控的接收线界界面 好 在这 好 在这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是 油门呢 是988 最大 201 988 201 988 201 好 方向 988 松手 回弹 最大 2011 最小 988 最大 2001 好 我松手 回弹 因为现在它都很松嘛 回弹 松手之后 稳定的大概 1500 没有任何差别 然后 我看一下 2011 988 2011 2011 988 2011 好 任意打杆 任意打杆 好 松手 最低 右门988 最高右门 2011 好 然后呢 需要回位中立点的这几个通道 这三个通道 方向 滚转 抚氧 松杆之后 稳定的回到了1500 那么其他的 解锁开关 解锁开关 模式切换开关 反乌龟 这个计时计清零 等等 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都没有任何问题 好 都没有任何问题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证明现在的情况来看 在我目前之内 室温情况之下 22度左右的室温 现在这个摇杆 换上去之后 校准 通过校准之后 它的飞控里边的表现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精度 肯定是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一会儿呢 我把外盒装好 装好之后呢 我现在室外气温 大约在零下10度左右 我再放到外面 动 五分钟 回头再看 有没有飘移 有没有飘移 好吧 这样来说 我们去用实践 去证明一下 这个有人总是认为 霍尔会有温飘 这个问题 是不是真的存在 这个所谓的温飘 也就是温度变化 大的时候 会有这个 重点偏移 或者飘移的问题 我们拿飞控里边实际的 这个通道数据 去说话 是吧 然后在一个将近 30度的温差 范围之内 看它到底有没有飘移 好吧 我现在把外壳装回 两只手一起来 两只手一起来 上下左右中间 包括屁股后边 都得做复位 好 这样一下装好了 这样就没问题了 装好了 好 我再开机看一下 游门不再提示 不再去低位了 只是开关 没有放在对应的位置上 开关对应位置上 就没问题了 没问题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通道的表现 一切正常 那么我现在把它放到外边 放在低温环境之下 我们放十分钟 然后看一看 它低温下的这个表现 我院里边 现在的温度应该是 零下十分手榴吧 充分降温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表现如何 这外边还下了雪 刚下了雪 放在这 在这放十分钟 然后我们回来 去看到温票怎么样 好了 刚才我吃了个饭 然后这个洋气 在外边也放了 有半个小时了 大家看一下 在外边气温现在大约 零下十多左右吧 很凉的哈 放了半小时以上 然后我现在回屋里边 马上测试一下 它的这个低温之后的 这个一会儿 到底有没有温票啊 好 那边也同时开始录 好 然后我的手机对着屏幕 我们看一下对着屏幕的BF 软件 见面啊 好 因为在这里边 我们看到的通道 应该在这更准确一些的 好 然后 打开放弃 低温啊 这个液晶屏 反应都变慢了 都延迟了 因为冻了十分钟 然后现在给飞机 连接地面站 好 表格器接收到信号了 这个现在问问题 液晶屏都反应变慢了 因为这会儿冻了十分钟 RQ100 RSI -34 这个界面啊 98的RSI 999RSI 电下7.4 这些都正常 好 然后 我们看一下地面站上面 进手机的状态 好 大家看这个界面啊 这个界面 手机里边 通知是录这个界面 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滚转 俯仰 方向 油门 三个通道的 四个通道值 都还是完全正常的 我看一下 最大值 2011 最小值 988 最大值 2011 最小值 988 好 方向 988 2011 988 2011 好 我任意 弹杆 松手 没问题 仍然是很精准的 1500 中立点 最大值 最小值 也没有任何差别 好 看一下 浮仰 滚转 滚转 浮仰 滚转 2011 988 988 2011 好 任意打杆 松杆 弹杆 任意 任意打杆 松杆 弹杆 看一下 完完全全 还是 1500 中立点 没有任何便宜 没有任何便宜 所以这回可以堵住一些人的嘴 堵住一些人的嘴 总是认为霍尔摇杆 就一定会有温飘这样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有点太武断了 没有实际使用 没有实际体验 还是随便下决论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不合学的 嗯 肥控断掉了 肥控感觉断掉了 没事 就重新连上了 碰了那个线 大家看 所以我也没有更专业的机器 没有更专业的仪器 我们就是拿这个肥控里面实际的这个数值 来去测试这个金属这个Ig01 mini摇杆 在这个低温高和长温转换过程之中的这个温度变化 是吧 我们现在回到室温 室内的室温大约现在是22度左右 刚才室外大约是零下10度左右 所以这个温差将近30摄氏度 是吧 我们看不到有大家怀疑的那些容易出现的温票问题 现在是没有温票问题的 所以这个换装之后 我们我们对这个金属的这个霍尔的这个CNC摇杆 是绝对不会去产生这种品上的怀疑的 那么后面呢 我会继续试飞实际使用 过段时间再看 中间我们不在心教准再看 看它表现到底到什么程度 好吧 这就是我这次这个自己手动换装这个 AG01迷你这个金属摇杆之后 我们得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结果是通过我们在这个地面站上连接飞控 看到各个通道的这个值以及温度变化之后 得到这样一个精确的结果 这飞控又断掉了又断开了 那我那个线有问题 这个值每次都很精准啊 好吧 那这就是我们这次整个换装这个AG01迷你金属这个霍尔摇杆之后 然后经过一个内内外的拆卸换装 然后呢重新装回 然后低温常温的转换的设置 精度的检测 得到一个这样一个结果 好 欢迎大家收看啊 感谢大家啊 到这里